我們大家心裡都不好過 真的不好過 我一直回想 過去這幾十年 發生過所有的事情 自己走過的路 我也一直 在問自己 一個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台灣的民主路 我們本來以為 我們曾經以為 我們看到了島嶼天光 但是今天 走到今天這樣子的地步 過去 有一個政黨 他告訴台灣人民 黨政軍 要退出媒體 結果今天 那個台灣人民 曾經相信的政黨 黨政軍 手中緊緊握住著媒體 過去 也有一個政黨 他告訴台灣人民 剪掉 不可以成為政治的打手 公平正義 要在台灣社會實現 過去 告訴所有的台灣人民 這一個價值的政黨 當他掌握權力了以後 我們怎麼樣 也沒有辦法相信 他竟然 變成了自己過去 最痛恨的模樣 用他控制的媒體 用他操控的剪掉 對一個 想要為台灣這塊土地付出 對一個 希望台灣 有更親民的層次 有更公平的社會 讓柯文哲 動了手 今年1月13號 投完票以後 我們很多人 都在競選總部前面 在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 我們流下了眼淚 我們沒有走完 這最後的一里路 但是我還記得非常的清楚 1月13號 那天晚上 我們跟所有台灣人民 許諾的事情是 這一場 我們要改變台灣 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不會停止 我們會一直往前走 我們會一直往前走 選舉結束以後 柯文哲主席 告訴我們八位立委 選舉已經結束了 把所有過去選舉的事情 都放下 因為 政黨要和解 社會要和諧 是柯文哲從政 核心的理念 5月20號 賴清德就職總統 台灣民眾黨 八位立委 在柯文哲主席的率領下 我們參加了 我們參加了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我們展現的 不僅僅是一個政黨的風度 我們要展現的 是台灣民眾黨 對這個國家的熱愛 是台灣民眾黨 對這塊土地的承諾 有這樣胸襟的一位領導人 他可能 沒有想到 當他政治競爭的對手 把他視為未來 在連任總統路上 最大絆腳石的時候 竟然會用這麼粗暴 這麼離譜 這麼讓大家看不下去的手法 對他展開了無情的追殺 但是 我們的柯文哲主席 沒有放棄 從第一天動手的時候 他的心情 就已經準備面對了接下來 這一場艱困的長期抗戰 因為 我們所要走的路 是要把公平正義 還給所有台灣人的路 我們要走的路 是要團結台灣社會 是要讓我們下一代未來 可以看得到未來的路 這一條路 非常的辛苦 柯主席進去以前 告訴我們每一位黨公子 好好生活 認真工作 要求每一個人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發揮最強的戰力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辜負 我們絕對不能辜負 在1月13號 曾經相信柯文哲 相信台灣民眾黨的 每一位偉大的台灣人民 對我們的託付 今天早上 7點30分 台灣民眾黨黨團 全體工作人員 準時開會 在那個會議室裡面 我的右手邊 空著一個位置 那個位置 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每天早上7點半 陪著我們所有的人 一起開會 一起工作 一起討論 的柯文哲主席 在這個空的位置上面 我們雖然沒有看到 主席的身影 但是 主席交代我們 要做的事 該做的事 我們從來沒有忘記過 過去這段時間 對於台灣民眾黨 所有的黨公子來講 我們在我們的工作崗位上 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認真 我們打拼 不是為了拼個人的清白 更是為了拼台灣的司法正義 拼我們下一代共同的未來 我希望 今天利用在高雄的時間 我心裡面 過去這段時間 看到越來越多的朋友 在台灣民眾黨 沒有黨籍 沒有公子 沒有領台灣民眾黨一塊錢 但是 他們支持 柯文哲主席的理念 支持台灣民眾黨 為台灣人所要走的政治路 他們奔波 到處奔走 今天晚上 從台北趕下來 毛家庭 毛大哥 過去這段時間 我知道他在網路上 在各地演講的時候 為台灣民眾黨 操得心 付出心力的清貌大哥 今天來到高雄 今天來到高雄 我看到 蘇瑋說醫師 也站出來了 我相信 當我們走在正確的路上 就像余修所講的 我們朝著 有陽光的地方走去 此時此刻 我們雖然感覺 好像在一個很長很深的隧道當中 但是我相信 我們持續的 我們持續的 朝著有光的地方前進 繼續的 在我們的工作崗位上 每天認真的生活 努力的工作 我們作為一個團隊 這一個團隊 會越走越堅強 越走越壯大 我希望 等到我們共同 迎接柯文哲主席 從台北看守所走出來的那一天 我們大家 一起 讓柯文哲主席為我們驕傲 讓柯文哲主席驕傲的事情是 台灣民眾黨 不再是柯文哲的一人政黨 因為 在柯文哲的身後 有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有越來越多 願意為台灣的未來 為台灣這一場重要 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所參與的每一個人 我希望 當主席出來的時候 他會為了我們在場 在台灣每一個角落 加入我們這一個戰鬥的隊伍的每一個人 而驕傲 我們相信 我們一定要自己相信 這個隊伍 一定會越來越壯大 因為 我們要做一件 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做一件 絕對會影響台灣未來民主的事情 我們要徹底的改變 台灣這一個 已經漸漸病入高荒的政治文化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 我們也期待有一天 我們留給我們下一代的 是媒體 真的可以被信任 司法 可以被相信是公正的 我們共同活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要幫所有台灣人民打造的 是一個每一個人 在台灣這塊美麗的土地上 只要你認真 只要你打拼 你就可以追求自己人生的夢想 可以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真的謝謝大家 看到高雄 這個號稱 是民進黨的禁卵的城市裡 有這麼多的公民朋友 願意站出來 跟我們一起對抗 民進黨這個新黨國體制的怪獸 我相信 我始終相信 只要我們堅定信念 只要我們相信自己 我們未來 一定 可以改變台灣 給我們的下一代 一個更美好 更公平 更善良的土地 接下來的路 拜託大家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一起努力 我相信 當主席出來的時候 台灣民眾黨 會用更堅強的陣容 更壯大的隊伍 迎接我們的科學者主席 回來繼續帶領我們大家 一起前進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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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謝謝國參委員 熱烈的掌聲 謝謝國參委員 所以 最後 我們每個人都打開八個 讓我們對著舒緩 不 好